请酌行观看 它让我觉得自己在宇宙中 是那么的无比渺小 我看到一条至少有几十英尺宽与高的巨蟒 盘踞在一个巨大的冰冻洞穴中 当我问起父亲是如何得到这照片 又或是说这照片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沉默了一分钟 随后他解释这张照片 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拍的 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这位老朋友在几十年前拍下这些照片 并展示给我父亲看后就病倒了 他起初只是发烧 但后来就失聪了 接着失明 最后瘫痪 这些都是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 在他死前的两个小时内 他的肉开始坏死 并大快大快地从他身体上掉下来 我父亲将其称之为 耶梦加德的诅咒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KIDER等级的SCP-722 SCP-722 也被称为耶梦加德 是一条巨大的蛇形实体 被发现冻结在 格林兰岛的一个冰川洞穴中 基金会的研究人员 推测其从十一世纪前就开始沉睡 这条巨蟒估计有八英里长 且全身肌肉发达 然而 是谁在洞穴中建造了这条 让722在此沉睡的隧道呢? 基金会至今仍然没法解开谜题 他们只知道 722头部与尾部的某些部分 覆盖着古老的北欧文字 虽然它部分的身体 都被冰川掩埋并包裹着 而且它也正处于沉睡状态 但基金会依旧保持谨慎 因为如果722一旦苏醒 基金会担心其庞大的体型 将会威胁到全人类 据报告 那些发现722的人类 会很快就病倒并死亡 他们都只是靠近了722 且从没直接接触到 如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毒药 那基金会对它的其他能力 感到不寒而栗 接下来的录音将会简单让人们了解 如果722苏醒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我叫Cole 是一名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员 今天 我将在此报告 关于蛇行实体722的自我防御能力 首先 我们尚未确认这种毒素到底是什么 当一个人接触到他身上低下的毒液 或是其散发的气体时 他们几乎都会立即生病 而一旦毒素进入人体内 他们就必死无疑 解毒剂就免了 因为所有试图制作解毒剂的尝试 都失败了 Panacea药丸 尚未给受感染的人服用过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测试 然而 想要再对毒素进行正常测试是很难的 因为据观察 该毒素在移出洞穴后就会自我分解 并变得完全无害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测试都必须在722附近进行 让所有相关的人员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有人说那毒素其实并不是用以防御目的 相反它是用来与雷神战斗的 至少神话是这么说的 此外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722所散发的赌气 并不如其身上分泌的液体那样致命 但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危险的 除了进行维护以外 探索冰川洞穴的行为是被禁止的 这是因为722的大脑活动开始有增加的趋势 由于对此感到害怕 区域103的准将宣布 任何进入或离开722洞穴的人 都将会被当场击毙 反驳无效 且不论在基金会内部的地位高低 我不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因为我曾在半夜听到了几声枪响 在我的最后一天 我有幸目睹了O51的行动 那时他正与区域主管和几名研究人员 讨论如果722苏醒该怎么应对 显然 最该先做的就是 驱散区域103与附近城镇的居民 研究人员还认为 在722庞大的身形与坚韧的外壳之上 想用任何常规武器 试图对其造成伤害都是徒劳的 我们唯一的机会 就是在区域103上放置几台奇数大炮 来尝试杀死它 并祈祷这能成功 如果失败了 区域主管L提议利用 SCP-190-D1来帮助收容 甚至杀死722 如果北欧神话是真的 那他可能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90? 呃... Torsten Norman吗? 我喜欢这家伙 但想指望他是不可能的了 Torsten不是说自己是MIGR的守护者吗? 所以 如果我们叫他帮忙处理722 他应该会答应的吧? 哼... 你真的那么想? 而且可能永远都是 区域主管L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发现他无法反驳自己上司所说的话 不过也不用担心 我们已经有所准备 自从6004和开注事件发生后 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个叫做Mioneer Darktree的盔甲 它是一种先进的战斗外衣 可以将穿戴者完全密封 它能过滤所有毒素 并装用微型奇数武器 它可以让使用者变得更强大 简直看比人类的神 所以先生们 有谁想要报名成为MIGR真正的守护者吗? 无需任何经验 Mioneer具有自动防御的能力 但请注意 你即将对战的是神级的实体 就在那时 我举起了车 而议会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报名 虽然我还没开始用Mioneer盔甲进行测试 但我觉得基金会已经朝着控制 收容以及保护我们脆弱世界的承诺 又迈进了一步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 我的父亲冲了进来 不可以 无论是Mioneer计划 还是其他计划都不能进行 绝对不能打扰到耶梦加德 爸爸 你来这里干嘛 这是谁 他是怎样进来的 保安 你们绝对不能碰世界之蛇 不然世界末日就会降临 你们干嘛 放开我 正当父亲挣扎着想摆脱保安的束缚时 O-51走上前去 并冷静地将保安们打发走 你说什么 什么世界末日 我的父亲坐下来喘口气 他随后递了几张幻灯片 并叫我将其放到投影影下 第一张图片是冻结的722 和一个类似古老符号的对比图 后者看起来和722一样 令人毛骨悚然 耶梦加德 世界之蛇 必须保持原样 你看到他抓着自己尾巴的方式了吗 那是咸尾蛇 是维持世界平衡的封印 它不能被打破 我放出下一张照片 它让整个房间都陷入了窃窃私欲声 那是一系列与722身上的古代符文 与文字相对应的画作 这些画作描绘了已经放开其尾巴的722 正与几个人进行战斗 这是Ragnarok 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 你在这所见的 是两个宿敌之间的战斗 耶梦加德和雷神 你称它为Torstan Norman 等等 你的意思是 这以前就发生过 一万年前 耶梦加德放开了它的尾巴 并引起了剧烈的动荡 这条大蛇扑到陆地上 并将其淹没 它前进的时候还喷出了毒气 充斥在水和空气中 它与众神对峙 雷神挺身而出 与其进行战斗 它们打了一场持续了几天几夜的写战 最终 雷神挡住了耶梦加德的进攻 并让其变回咸尾蛇的样子 也就是世界的平衡 但我们仍然检测到这 耶梦加德的生命迹象 如果当初雷神能打败它 那它这次也能够做到 而且在我们装备的加持下 应该会更容易吧 它上次会赢 是因为有其他神的帮助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它不帮忙击败6004 耶梦加德的毒素深深伤害了雷神 如果没有伊尔的治疗术 这个毒素就差点要了它的命 即便如此 毒素还是让它深受重伤 再让它与那大使战斗 根本必死无疑 房间又再次陷入了沉默 O51叹了口气后 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区域主管L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就跟着O51走了 很快的 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 只剩下我和父亲 我看着那张照片 并感到不寒而栗 连诸神都要竭尽全力 才能受容的那东西 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机会呢 我想冰川可能就是文明 延续和终结之间唯一的屏障了 大家记得去观看 IU新的动画频道 IU来啦 在这里IU会分享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IU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你想要IU讲解哪个SCP 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